这就是我想象中的 这就是我以为的 我以为的 你还在 我以为的 我的角色还是一个 考古学家 会功夫的一个教授 其实他这个很厉害 很可爱的游泳 永远一家为信 就算是一个大小孩的 大哥很亲和 很可爱 就不会有一种架子 非常好 他有很多能力 他比我更多 他永远不能坐在一个位置 他就是一个全球的能力 他永远都会活动 他就是这么快 他就非常非常的友善跟我们 玩在一块 好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很好玩 我扮演的这位李琼斯 他是一个 非常的自我的一个角色 稍微有点快快的 李气平是 那个很年轻 很帅气 身体也练得非常好 身上充满了那种 平静 对 新一代的 跟你说男演员 那我觉得李志廷是非常好 我看到他 就是看到我自己年轻的时候 后来我发现 原来大哥也是我同样的话 他就是一个男人 他一直在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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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兽 我就跟他一直在玩 闹 你这样 一千 快 走 小光这个角色就是有一点 调皮捣蛋 然后 比较可爱的一个角色吧 张一鑫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小孩 他就是很可爱 跟张一鑫本人的性格也很像 就是小绵羊 哈哈哈哈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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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江哥好 我想跟大哥拍照 大哥就说 等一下 我怎么了 他说 他搞一下童话 因为他说 你是不是要发instagram 我说 我说 对啊 我说可以发一张 张一鑫 哈哈哈哈 成龙大哥的电影就永远是那么的热血 别具一格的action 我觉得成龙式电影必须有多多 核心价值还是开心 功夫余佳 蛮好玩的一个电影 成龙式的动作喜剧 神经许可 除非